冠状动脉钙化就是指冠状动脉主要因化斑块的基础上出现钙炎沉积引起的 我们可以通过行冠脉藏用检查或冠脉CT时发现 一般来说在CT上冠脉钙化比较明显 如果发现冠状动脉钙化提示可能合备有严重的冠状动脉中央因化 也就是说可能提示有严重的冠心病 根据钙化发生的部位 我们把冠状钙化分为内模钙化、外模钙化、点状钙化以及环形钙化 我们说冠脉出现钙化一般都合备有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 所以我们要进行积极的治疗 但是出现钙化以后 我们要进行支架植入术 在通过球狼以及支架时就非常困难 尤其是出现钙化 而且冠状动脉有慢性必塞时成功率就会大大的降低 所以我们心内科医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灌脉有钙化 当然出现灌脉钙化时我们要进行介入治疗 我们可以先对其进行冠状动脉类悬磨术 然后再进行介入治疗